从国外返台民众 目前还是台湾新冠肺炎确诊 最大宗 7号新增确诊一共三例 三个人都从欧美返台 暗374 20多岁男子 有腹泻嗅觉迟钝症状 曾在英国就学 暗375 20多岁女性 一样也出现失去嗅觉和腹泻 去过欧洲四个国家探亲和旅游 这两个人嗅觉都被影响 另外暗376 20多岁女性 在美国就学 搭CI011返台 那其中这三位是一男二女 年龄均为20多岁 入境日介于3月27日到3月30日 发病日介于3月30日到4月4号 境外入压力还在 但从数字来看 似乎已经开始趋缓 从4月1号开始 境外个案 7例8例 7例6例8例 到4月6号9例最多 7号只剩3例 加起来7天一共48例境外 6例本土个案 那总共我们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376 376人确诊 那61人解隔离 目前境外一入个案 不少患者都出现 畏觉和嗅觉症状 指挥中心也已经把症状 纳入通报裁检 但目前不少入境民众 还在居家隔离或检疫 还没解除14天限制 台湾是否已经脱离境外威胁 仍然不能轻忽 最后嘉宜为红尽 SNS要注意 台湾到